今天知识小学堂 我们要带您来关心 这个贸易战怎么打到后来 居然变成了货币战呢 目前最新的进度就是上周 不是在上海 美国跟中国双方代表 坐下来好好谈吗 但实际上什么东西也没有谈出来 所以呢川普就怒啦 川普说好那既然这样子的话 那我9月1号开始 要对于中国输美 价值3000亿美金的产品 全部都要加征10%的关税 那现在是不是中国也要反击呢 中国的做法是什么 我们来看到中国呢 就让人民币贬破七 那事实上之前保七 被认为是一个大关嘛 就是说你破七的话 那人民币贬值 其实会带来很严重的一个后果 而且呢再加上隔天又宣布说 我们中国的企业呢 不准去买美国的农产品 好对此川普也怒了耶 川普无预警的就宣布说 你们中国呢就是在玩弄汇率 所以把中国列为了汇率操纵国 好那什么叫做汇率操纵国呢 这是有个定义的哦 而且每一年的4月跟10月 都会公布这个汇率操纵国的名单 但是你看现在才8月 然后川普马上说 中国你就是汇率操纵国 表示说他真的有气到 好我们就来看看他的定义为何 首先呢这个贸易的代表国家呢 他必须要跟美国顺差超过200亿美金 再来是顺差金额有高过于这个国家 GDP3% 然后呢有持续进行单边的外汇市场干预 好不过现在有一些经济学家说 没有啊中国这三点都没有达标 那川普这样定义 其实呢也是有一种 暴富性的成分在里头 好那现在呢被列为操纵的 汇率操纵国到底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好首先呢 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就会禁止美国企业 对于一些中国的企业去融资啦 或者是协助他们投资 再来就是说美国官方呢会有一些标案 就也不让中企来投标 好这部分呢其实对于中美来说 都还是有影响的 那我们看看经济学家或是分析师怎么看 分析师就说中国呢 其实现在已经没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对抗美国了 但尽良绝了 所以呢一到十分的话 这个暴富指数已经破表 中国可以拿到十一分 但是有一些学家认为说 中国的做法根本就是饮症止渴啊 好这个会带来一些骨牌效应哦 两败俱伤 那你可以看到哦 实际上人民币扁破七之后 已经带来了恐慌模式 因为这个股市都蛮惨的嘛 所以大家呢投资人都会投入一些 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这个投资项目 包括黄金 你可以看到已经上涨百分之二 比特币呢同样也上涨百分之八 然后还有债券的部分 但是专家也说 希望美中赶快解决问题吧 因为接下来这贸易战持续恶化 全球的经济在九个月内 将会陷入一个很可怕的境界 近五号放任人民币跌破七元大关 中国六号午夜再寄出报复措施 停购美国农产品 川普也立刻还以颜色 怒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火上加油 美国这种言而无信的国际形象 又再一次的暴露无遗 24小时内美中双方不择手段 贸易战火又升级 CNN预料亡火自焚 两败俱伤 罗格士丹利也警告 关税大棒恐怕重击全球经济 九个月内陷入衰退 但白宫团队此时仍忙着帮川普辩护 还细数中国罪状 可想而知这番话 激怒中国 官媒新华社炮轰 煽动大国仇恨 才是真正罪魁祸首 只是口水战无以情事 由头信看谁中国 即使掐住人民币中间价 企图夺取贸易战主导权 但对抗美国 料已弹尽两绝 除了股市一片恐慌 全球避险情绪也步步升高 投资热钱涌入黄金 债券和货币市场 黄金六号每样子超过 1463美元 专家看好进入长久牛市 全球政府债券上涨 其中信心市场债 已吸金23亿美元 居债市之冠 日元和瑞郎汇率 也分别狂飙0.5% 和0.86% 比特币更冲破1.1万美元 成为炙手可热的避风港 就怕扫到台风尾 日本公司纷纷落跑 产线加速撤出中国 回避关税压力 美中接连索哈出招 不仅企业揣了一旦 恐怕全球经济也跟着陪葬 在内新闻 全片报道